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两市成交呢 这个比昨天稍微多一点 回到万亿上方 那港资呢 是连续两天的大额禁流入 那户指呢 载幅震荡 今天的这个资源股跟能源股呢 明显这个杀跌 旁边上呢 这个工艺商品 木业家居 家电行业跟房地产呢 是这个表现呢 靠前 这个领涨 那么其中呢 这个主要是房地产 产业链上的一些标的呢 今天呢 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像万科啊 保利啊 这个美迪啊 还有之家呢 这些都录得超跌之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放量回升 应该有比较多的资金仓余 那这个主要消息面呢 就昨晚呢 这个市场上有传呢 这个内地多个城市的一个手套房按揭贷款利率呢 是首次啊 在年内出现了一个下调 那么这呢 给市场呢 对房地产政策的一个舒缓 预期呢 带动了这些板块超跌之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反弹格局 那像这个海尔之家呢 值得留意呢 今天股价放量大涨8%之后呢 市值啊 进一步超过了这个格力电器 那么这个在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节目啊 是讲这个一股啊 这个海尔之家呢 一个一股节目 当时呢 也认为呢 它在这个不远的未来呢 能够超过这个格力电器的一个市值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个市场啊 这样的一个认知呢 应该还是在持续 那另外呢 这个像半导体板块呢 今天也是一个异动上涨的板块 那尤其呢 是昨天发布业绩的这个国科威呢 股价呢 大涨20% 业绩来看呢 是有不错的一个增长了 但是呢 这个看起来像是这个资金的一个炒作 这个更多一点 那么也带动了像这个北京军政啊 这样的一些车用芯片的股价的一个异动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值得留意啊 就是呢 消息面找盘呢 有一个关于 美国呢 在去年11月份呢 开始把中国华为芯片的 这个跟这个中心呢 纳入到一个出口管制黑名单之后呢 它里面的一个对 最后啊 对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心啊 这个设备出货呢 的一个数据 那么从数据来看呢 尽管呢 有一些这个黑名单的一个限制 但是好像呢 这个出口到这边的一个啊 这种订单合同啊 还是有数千亿的一个价值量 那么这个市场呢 似乎啊 有一定的一个啊 这个预期的一个修正啊 就认为呢 可能啊 实际上通过一些方式呢 还是能够获得一些美国方面的先进啊 设备了 那当然呢 这个借着这个点呢 找盘呢 这个在港的中心国际呢 曾经是啊 炒到这个涨6%左右 但是这个升幅啊 现在回落 那应该这样讲呢 从中线来看呢 主要呢 这个芯片管还是得靠国产化 那尤其呢 这个后面大的一个成长性呢 应该呢 还是在这个设备跟材料端 那像最近的自存科技呢 它就获得了啊 旗下的一个啊 这个叫啊 芯片的一个清洗设备啊 这个啊 这个子公司呢 获得国家集成电路基金27的一个加持 那与此同时呢 像之前呢 这个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呢 简直一些设计啊 半导体厂商 像啊 这个金 金方科技啊 跟这个赵域创新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从后面来看呢 似乎啊 应该说呢 这个设备跟材料的机会更大 像今天呢 啊 这个南大光电啊 像这个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啊 北方华创啊 这样的一些设备国呢 似乎啊 表现的更为强劲一些啊 那另外呢 就是啊 当然今天这个像最近Facebook的一个原宇宙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啊 战略动作呢 也引来了A股上的像宝通科技啊 中心宝啊 这些的一个炒作 那大的几个标的啊 像完美世界啊 三七户雨这一些呢 啊 有一些资金尝试拉去这个拉 但是呢 这个股价啊 似乎呢 还是在今天来讲的这个幅度啊 并没有说有太大的一个上涨 这些呢 可能真的要等啊 这个绑号的一个催化 或者说各自游 游戏游水的一个催化 啊 那另外呢 像工业母机呢 这个板块概念呢 也是午后呢 开始异动 啊 那这个啊 那么看一下这个领跌板块呢 像我来讲的 主要是能源自愿果 这个煤炭啊 能源这个钢铁金属呢 有色这些全部领跌啊 中神华这个中眼呢 昨天反弹之后啊 今天基本上把昨天反弹力这个升幅啊 全部回吐出去了啊 啊 那另外呢 这个华尔固业呢 有色金属里面今天呢 两千百一市值呢 跌幅比较大的 跌近百分十 这块呢 主要就是一个新闻呢 啊 啊 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呢 这最近这个特斯拉呢 发出来的几款车啊 啊 啊 都全部用的是这个零双铁锂电池啊 那么也表示呢 后面这个啊 啊 通用续航型的一些车型呢 全部要改用这个零双铁锂啊 啊 那磷双铁锂里面呢 这个还应该说是一种继数路线 那么跟它对应的这个商源这个锂电池 商源电池 那么商源电池里面的正极材料 其中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锂固镍嘛 那就是一个镍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在最近上半年那个专机里面呢 实际上这个磷双铁锂电池的专机量呢 已经是超过百分之五十 超过这个动力电池 商源动力电池 啊 但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因为运用了一些刀片电池结构啊 包括这个特斯拉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电池结构啊 啊 另到了这个通过扩大空间的一个占有啊 啊 来提升呢 这个能量密度的不足 这样的一个啊 达到呢 这个既能够有续航又能够稳定的一个效果 那相对来看呢 商源电池呢 一个是呃 能量密度算高啊 但相对来讲呢 这个为了达到稳定呢 它配的这个金属啊 涅根菇呢 啊 需要用一定的比例 这些呢 又是啊 这个比较贵的一些金属啊 啊 所以呢 这个整个成本呢 在做普及的时候呢 很难啊 这个把成本降下来会拖累啊 这个啊 市场的一个啊 这种普及的一个进度啊 所以呢 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呢 啊 选择呢 这个变更啊 电池路线呢 啊 我觉得呢 是给一些有锂矿 镍矿啊 啊 有这个镍矿 或者说上 甚至是一些商源电池的啊 一些分支啊 会带来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呢 应该也是影响到了华尔孤雁呢 今天呢 除了说在整体周期股走弱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要显得跌跌的更多啊 可能就是跟这个镍啊 方面呢 后面预期的一个需求啊 啊 有一个不确定性有关了 好 那这个期货市场上重挫呢 啊 现在已经跌到是一个流动性这个缺失的一个跌停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呢 也是啊 开始像其他一些品种外溢 甚至呢 对股市呢 其实出到一 起到一定的一个映射的一个效果 那整体来看呢 市场还是比较低迷 三千多个股份的下跌 高低切换呢 比较加剧啊 那户指来看呢 依然是在这个啊 六十日线呢 暂时起稳啊 这个卡在二十日线中间 啊 那但趋势来看呢 似乎有向上的一个机会 尤其呢 近期呢 这个金融股啊 在国家政策啊 这个维稳的前提下呢 啊 这个低位股的一个上涨呢 那么权重的一个上扬 极有可能带动啊 物质呢 后面这个跳过二十日线呢 进一步上攻啊 啊 那北水呢 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上升呢 也有一些港资呢 不断的一个加持啊 啊 那当然盘面上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波动啊 啊 这个这个分化呢 也是比较剧烈的啊 啊 外围来看呢 美债陡峭 美元回落 美股造好呢 应该还是形成一个有利的外围环境 但是呢 临近这个十一月份呢 这个美国缩减QE呢 应该还是会对金融市场呢 带来一定的一个冲击 尤其呢 当美在这个不断走高之后呢 可能带来这个啊 对于这种加息啊 当然会升温啊 不过呢 最近看到中国的一些措施之后呢 这个的一些主要的能源产品 资源产品价格下来之后啊 也对外围的大东商品的一个价格呢 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像这个铜的价格呢 跌落一万啊 这个LMI铜的价格跌落一万 那么这呢 包括这个天然气啊 这个外围的一些油啊 价格也在回落 那么这个呢 给后面加息啊 这个预期呢 与一个将官相对来说呢 也利好这个板块市场上呢 这个炒一些估值带动的啊 前景性的一些这个成长股的一些机会 那国内来看呢 就是调控煤价呢 一天一个新闻 打压的决心呢 非常强烈啊 今天这个煤炭期货价格呢 又是进一步打这个跌停 那明年8 明年这个11月份期的一个动力煤价格呢 现在已经是回落到800多啊 这个原这样的一个位置 啊 那这些就留意一下 央行呢 这个最近呢 对这个反响市场呢 是百般呵护啊 这样稳定的一个市场呢 也是一些相对利好啊 啊 那这里呢 也引来了市场这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呢 后面啊 如果说这个煤炭呢 这个啊 这个供应上来啊 那么这个没那么紧的话呢 可能现场会不会松绑呢啊 这里应该说呢 高耗能的一些产业呢 应该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啊 那后面呢 继续关注能源价格货币政策啊 这个欧美股市的一个变化 货币政策呢 从央行最近啊 不断的做这个短期的逆回购 以及一些研究员提到呢 啊 后面这个降准 还有一定的一个存款准备之力下调的一个空间呢 来看呢 似乎啊 这个宽松的预期呢 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啊 那观点来看呢 市场现在仍然处在一个高低切换 那留意一下高低切换里面的一些成长赛道标定呢 在下跌的时候的一个低息的一个机会 另外呢 就是提材的一些回暖呢 啊 从今天这个芯片呢 啊 工业母机这些底部的标定呢 像这个华为的一些鸿蒙概念股啊 像中国软禁这些标的一个异动呢 啊 可以留意一下呢 在下个礼拜会不会出现一个短期风格方面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改变 好 那支援股啊 重点看这个煤炭啊 这个煤炭双胶啊 这个动力煤价格跟这个胶煤价格啊 基本上连续啊 一二三四四天跌停啊 每天跌停呢 介乎这个幅度在8%的14%左右 基本上呢 一手这个多头啊 啊 这个亏损了两万人民币啊 啊 那这个是跌到已经是 如果 因为这下面没有这个成交 如果看成交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个基本上是缺乏成交的一个表现啊 流动性的一个缺失 那消息一面呢 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呢 发稿一尾呢 表示将研究呢 制止煤炭企业谋取暴力的政策措施啊 所以呢 这样一下来呢 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打压非常明显啊 连动到股市啊 一些票的一个表现呢 也非常走弱啊 那另外呢 就是啊 这个 我们也看到的外媒的一个报道呢 它说啊 这个G20呢 在淘汰煤炭计划方面呢 可能难产啊 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给这个煤炭供应预期收紧呢 啊 这个降温啊 那同样也立弹呢 这个煤炭啊 啊 那同时呢 也让市场担忧呢 这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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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欧洲方面呢 对于后面的一个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啊 一个规划呢 会不会有一个降温的啊 那这个 这个应该来讲呢 啊 情绪上有一定担忧啊 不过呢 对国内来讲呢 这个转型的一个啊 这个决心呢 应该是比较强的啊 那我们看呢 在啊 这个啊 这个东力煤啊 这个价格暴跌之后呢 这个肯定啊 因为巴黎啊 东力煤不够啊 或者说涨价呢 这个限电的一个 一方面的因素啊 可能要降温 那如果降温的话呢 可能一些行业的一个生产呢 它可能会放宽 那对一些资源品前期因为这个原因炒起来的价格呢 同样的会形成打压 那比如说呢 这个护铝啊 就比较明显 呢 跌破了这个上市日线 整个上升通道都跌破了啊 那一些标定呢 这也是跟随下跌 那像这个罗文刚的话呢 也是 那值得留意呢 罗文刚在这一次呢 约荒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涨幅啊 是没有那么大的啊 但是呢 这几天连续的下跌呢 啊 这个要担心 就是罗文刚呢 它通常对应的是建筑用钢 那建筑的话呢 是不是担忧呢 这个国内的房地产政策后面这个房地产投资呢 会出现一个放缓啊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经济啊 可能会增长 出现一个结构性放缓的一种提前的一个市场反应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在后面啊 对这个主题的一个投资呢 影响会非常这个重要 如果这个预期落定的话呢 那相信一些资源果 在没有新能源啊 或者说其他特别利好需求的支持下呢 这一些个股呢 怎么吵起来呢 具有可能呢 要回归呢 这个长期的下跌通道里面 啊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呢 可能要留意一下呢 这个啊 风险啊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啊 那当然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板块啊 这个叫零化工 啊 零化工呢 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呢 啊 资源果里面呢 这个还有一个不错的增量需求呢 还在逆势走高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啊 有可能重新走一次像这个碳双鲤啊 啊 这样机会的一个品种啊 那么原因呢 就特斯拉宣布呢 标准这个续航车型呢 啊 全部切换到零双铁锂电池 大家看这个字就知道呢 零双铁锂里面呢 两个主要的因素 一个是鲤啊 这个大家知道 钢锋里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零啊 零这个呢 大家这个讲的不多啊 啊 那中国呢 这个在全球呢 这个零矿的一个储备量呢 是全球第二啊 那生产量 产出量呢 全球第一 那出口呢 是严格限制啊 现在也是纳入一种比较储备 战略性储备的稀有 相对稀有的一些矿场 那主要分布在云南啊 这个四川啊 贵州啊 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 啊 那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啊 像云天化啊 这个 这个湖北这个啊 湖北这个叫什么啊 啊 这个什么的一一化啊 湖北一化啊 没记错的话啊 像那个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标的吧 像啊 这一些呢 都是有一定的一个零矿的啊 那这个啊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零双的一个价格呢啊 起初年初大部分时间都在六千多的一个徘徊 突然间呢 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飙升了啊 飙升到这个两万啊 圆一吨 那么最近有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零呢 它的一个零矿提取出来的一些这个化工产品呢 啊 一个是用来制作这个农啊 农药化肥啊 那当然这一块呢 啊 也是有一个周期 现在还是在个复苏通道里面啊 那像这个云天化啊 这个这些标定呢 都是啊 有有这个不错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反应的啊 啊 另外呢 就是啊 这个同样的啊 它也可以用来呢 做这个新的原车动力电池里面啊 磷酸铁里 电池里面这个磷酸啊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啊 啊 那么这个特斯拉宣布切换之后呢 可能很多这个其他的车车企啊 它也可能会跟着这个切换 那么动力电池呢 它就要备更多这一方面的一个货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像宁德时代呢 跟这个活物肤被一块呢 啊 有一个生命绑 星度的一个绑定啊 就是呢 看好呢 它有这个磷矿啊 所以这些呢 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动作还挺多的啊 啊 有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利好啊 所以相关的一些标定呢 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后面呢 有时候在一股的节目里面有机会呢 我们再来这个具体的分析一下 那从这个东方财富这个股票指数零化供来看呢 啊 也值得留意 这个零化供的一个概念呢 实际上是在今年9月17号的时候呢 才刚刚出来 啊 那么在这个高潮呢 因为这个位置上呢 受到这个滞胀啊 限电的一个担忧呢 有一轮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最近呢 慢慢又起来了啊 那相信呢 这一个行情呢 应该还是比较偏下一轮的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开始 啊 那么 呃 这里面的一些标定呢 我觉得大家呢 有有这个时间啊 可以自己呢 去看一看啊 找一些这个相关标定呢 啊 跟中一 跟一跟啊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股份呢 没有持有 好 那下个礼拜节目里面呢 好 我们再见